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Saba 今天就是我們 The 生命的準則 我們這次來到這個世界又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全身上下又得到了一次神之般的精華 我的裝備現在已經全部都附上了經驗修補保護跟耐久三的附魔術 現在我的裝備是非常的完美 弓箭也非常的完美 我加了一個無限 然後有一個新的附魔叫做多重射擊 以及我們還有力量5 這些都是自己私底下弄的時候就弄出來的 然後我也就是開始洗村民了 我們這邊有一些好的村民 因為我們的無限附魔術是沒辦法做出來的 其他附魔術都可以用魔法做出來 但是這些不行 所以我這邊就準備了一些村民 這個村民是連鎖挖礦 經驗修補無限跟絲綢之處 其實我覺得絲綢之處應該是洗得出來 但是我想說不要那麼麻煩 我們就直接用那個村民就好了 然後在這個弓箭裡面 因為它本身的弓箭有分兩種 一種是你自己的箭袋裡面會有箭矢 那它就會優先使用你箭袋裡面的弓箭 那另外一種無限呢 就是當你的箭矢都射完之後呢 它就會射這個 我背包裡面這個白色的箭 那這個白色的箭呢 就是預射 所以它一般的箭矢 它是沒有任何的加乘傷害 所以呢它基本上 有料就先打料 沒料的話就是 對射沒料的東西 對射空氣 但是還是有傷害 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特別的附魔術 因為呢我們現在要去地獄 我們要去解一些怪物的話 現在遇到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們都長得超醜的啦 我要去幫他們做美容好不好 做美容 欸人呢 那個最醜的 欸最醜的 欸最醜的沒死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你們還記不記得這本書 它叫道轉之起 這個東西呢是 當你有拿著這本書的時候 會修正第四詛咒的方法 會造成全額的傷害 但是 這個東西 可以警現你使用它的時候 簡單來講就是呢 這本書 不是幫你解除你身上的問題 而是你要拿著這本書 才能解決問題 就像這樣 你拿著這本書 打怪物的時候 你才能夠發揮百分百的傷害 之前都被騙了 我一直想說 我是不是帶著這本書 就可以修正我的那個 詛咒 可以修正我的被詛咒的部分 沒有我錯了 是拿著這本書 才有效果 我那時候超級傻眼 然後重點是呢這本書其實 它還有更進階的版本 更進階的版本的話 會更厲害 它的進階版本呢 是可能要等到 我們打完終界龍之後 才能夠打完 因為這東西叫 深淵之星 這個深淵之星呢 它是一坨黑黑的東西 它是 要打完終界龍之後 會掉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 這個叫五指之眼 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把劍 它上面還有寫 可以附上大部分劍的附魔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武器 這本書就是武器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要跟大家講 我背包裡面呢 還多了一個道具 叫做附魔式的珍珠 這個珍珠呢 有一個特殊的效果是 你只要放上附魔台 你不管附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最頂級的 我現在只要把東西 放在附魔書上 任何東西 全部附出來的都是最頂級的 我這把真正稿 就是這樣附出來的 它現在有連鎖 運氣 耐久 效率 經驗修補 這把稿子呢 只用一次的附魔 我只用一次的附魔 就可以賺到這樣子的效果 而且完全不消耗任何情形式 它是一個還蠻神奇的東西 而且不難做 我們的家裡也是才在都夠 一定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變得那麼厲害 怎麼可能不跟你們說明一下 對不對 你怎麼變那麼強我都不知道 天啊愛上你了 都不講 怎麼可能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們炫耀一下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去 收集有沒有 啊對我還是沒講 今天要幹嘛 今天呢我們要去做一本附魔書 它是關於火的 這本附魔書呢 沒辦法用我們的東西製造出來 它必須是用合成的方式製造出來 它叫做防火之書 這個 我們需要這本書 這本書叫火焰免疫 我們需要準備火焰保護刺 這個都好做 重點是這一個 用魂火跟 告死寒霜 用吸血凍死逆施獲得 我們必須先做出這個 才有辦法有這個火焰免疫 因為我們在地獄 一旦碰到火 我們就是直接燒到死 我們在地獄也不能澆水 所以呢 我們這個問題就是必須先解決 我們等一下先去用魂火 來去燒死那個優雅 那魂火的話 我們有魂火箭矢 我們可以使用簡單的魂火箭矢 只要做魂火的滯留瓶就可以了 那這個滯留瓶呢 要用到龍錫喔 啊 這個我沒研究到 可惡 那我知道我今天要來做什麼 我們這一集沒有辦法先去地獄的話 我們就先來收集眼睛 我們目前的眼睛呢 有 我們目前有六顆眼睛 是下界凋零女巫寒冰遠古魔力 對後面這些都不是 不一樣不能湊合的用 所以這些眼睛呢 我們只要找出目前我們沒有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一一開始收集他們 好我整理出來了 目前我們還缺的眼睛是 無賴 要在叢林神殿裡面找到 這個簡單 漆黑是使用藏寶圖在埋場的寶箱中找到 喔這個簡單 迷離 這個很特別耶 在廢棄礦洞中找到 廢棄的礦洞喔 恩OK還好 腐化是從掠奪者前哨戰中找到 守護者是遠古守衛者掉落 喔懂了 詛咒 詛咒是在城堡的寶箱中找到 城堡 在堡壘 啊堡壘 奇異 使用水產物製作 這個好像是用合成的 不死很特別 使用亡靈物品合成 合成所需惡的不死靈魂 需要擊殺骷髏馬霍等 OK再來是邪惡 是由大師級的牧師的村民中買到 好那目前我們就先從 一個一個來好了 無賴 無賴 先從叢林神殿中找到 這個倒是不難 我們應該可以快速的找到他 來吧 叢林我看一下喔 叢林在那裡 有了 呃 他導航我們要往 這個方向前進 OK下次白天還是晚上 其實 都沒差 我們現在呢 實力非常強 我們就直接走 不要害怕 我們一起出門 看看這個醜八怪 我們直接把它變不見 你看 這裡有個沙漠的怪 什麼東西 喔 什麼什麼 喔 是你 嗨好久不見 嗚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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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呦很帥的連續技 欸 再見 唉呀真是 我不想打你了 你太膩了啦 你太無聊了 走吧我們還要往這個方向吧 我看地圖上面是這樣寫的 看看我們的游泳速度 嘿嘿嘿 我們幾乎 不需要 不需要 船 是你耶 啊你怎麼在這邊 丟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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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禮貌 欸好大喔 這什麼 這個好帥喔 這是那個巨大的 深海守衛 這裡面有什麼 欸 是你各位耶 哈囉 我可以用說扎死你們嗎 等一下 我換個書 賣照 好痛喔 賣照 賣照 他們血量是30 但是 原來你們的生怪站在這 再給我一點時間 OK好 這裡好多喔 你們這邊是一個秘密基地 是不是 你們很會藏欸 不會有藥的東西 沒有 我覺得這一區應該 不太會有我需要的 欸你們這裡會不會有大BOSS啊 有的話我就可以 不用去找那個什麼地底空間 我就直接 來這裡敲就好了 你們這裡東西都負責藏一些垃圾 我直接把他們這個地方挖掉算了 我這樣挖比較快對不對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我們就不需要浪費大家時間 我們直接把你們家變不見 不好意思啊 我這個連鎖挖礦又加那個什麼 幸運什麼的 效果實在太多了 發現這邊是一個深海的遺跡耶 欸我們好久沒有這樣自由自在在大海裡面游泳 這什麼 喔 三叉幾耶 我好像曾經有拿過 管他在哪一遍 好可愛喔 你們看 他這裡有他的獅子魚耶 而且他在釣魚耶 他其實應該算是 一般平民 但是應該是一般平民 欸很可愛耶 他們有那個 自己的生態系 我們就不要破壞人家 好我們到了 這個就是 我們坐標中 離我們最近的叢林 再來呢只要找到叢林的 堡壘 我們就應該可以得到 我們第一個 需要的珍珠 我們還需要六個 我們來找找看這附近 有沒有我們要的東西好了 這應該是叢林神廟沒錯 應該是吧 長得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很接近了 可能在這裡 他可能有改吧 咻 應該是有改 這個看起來 是蠻像 有東西在裡面的 喔好酷喔 他整個造型都換了耶 應該還要再更深入一點 喔好大喔 他的弟弟神廟改成這樣子耶 這裡面應該有東西吧 哈哈 這裡面有東西嗎 哈哈 我現在挖太快了 我現在都不小心把人家的牆 都直接砸爛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再見啦 你的人生就是 一出生就是要被我消滅 一出生就是要被我消滅的 欸我剛剛是 哇靠 我剛剛把我的那個稿子給挖壞了 欸真的有把我稿子挖壞了耶 天哪 我看一下你們這邊有什麼 你們這邊應該還有我要的東西 我好像來到 大怪物的房間了 可是他 欸被我打死了 sorry 你們這些小鬼不要鬧了啦 你們這些小鬼超煩的啊 我現在都拿書 直接打死你們 打死你們 欸沒有耶 還是在另外一個箱子裡面 你也是 這個是力量跟魔力再生 跟兩顆鑽石 其實都用不太到 但都拿一拿好了 我其實有在想 會不會跟 他的那個 模組可能 沒有什麼關係 他可能要的是原版的 叢林遺跡也是OD 啊我們這種是比較 模組化的這種叢林遺跡 感覺很像 但是 他 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找到了 進去 欸 不曉得會不會有什麼陷阱 來亮亮 呃 欸不對不對 其實我聽不太到啦 我們 可以直接進去嗎 啊 有嗎 這個是什麼 史詩帽子帶 試煉通識症 魔力再生鐵 這是兩個經驗書 有了 無賴 拿到一個 OK 他一定要是原版的才有辦法拿得到 好 我們去拿下一個吧 有一艘沉船了 我們在裡面 脫盔看看 這個怎麼把它變不見 我有斧頭嗎 有欸 而且還有連鎖挖礦 空卷軸 這個好像 這個好像蠻有用的 他可以拿來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永恆智慧卷這些 就是可以 大量的存經驗值的東西 有了 拿到一個藏寶圖 為什麼地圖會在那麼左邊 地圖好左邊 我根本看不到 喔有了 他好像在 這個好大 這個視角怎麼那麼大 奇怪 所以我都有點看不太到 我們現在出來觀察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往左邊走 唉唷唷唷 那我們往這邊走 好像就在這裡喔 好像就在這裡喔 好拿出我們的 白寶袋 我記得我的袋子裡面 應該還留存著一隻 沒錯 鏟子 開挖吧 好像挖到囉 挖到了 看一下 裡面有 試煉通識證 看海洋之星音樂唱片 唉唷沒有找到 唉唷 還是不一定每個都會有 有沒有可能 好像 在這裡喔 喔在這裡 嗯 這一次 也沒有耶 怎麼那麼難找的 啊 這是第 大概是第七個地點了吧 好像機率不高耶 怎麼早都沒有 有了啦 有了啦 N4的海洋之星鐵定 綠寶石跟鑽石 七黑之眼 海盜說 它可以讓人看到傳說中的黑珍珠號 可以用嗎 呃 欸等一下 可以用 呃 喔 好險好險 有了啦 這一次不要 再使用它了 OK 我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去看它所謂的 黑珍珠號 我其實不太曉得 珍珠號是 什麼東西 也許它是一個傳說中的 大黑船 也 也說不定 也許我們根本就曾經都遇過了 我為了找這顆珍珠 真的是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我好像一次發現 我們附近 就有堡壘是不是 這個是堡壘啊 應該是堡壘吧 我們需要原版的堡壘 可是我剛剛看這邊 好像 好像是堡壘 是嗎 好大喔 好精緻喔 我沒見過這麼大的堡壘 不曉得裡面有沒有 我們要的那個 傳說級的深海守衛 就是比較大隻一點的 可是目前我沒有得到負面效果 可能有 不過我們下一回再來繼續探險 好了 我們的 欸有 有效果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好像 被我擋掉了 我的衣服會 我的衣服會擋掉 挖掘皮疙瘩會擋掉 它在裡面 它就在這個漂亮的房子裡面 好了那麼就這樣 我們就下一回再來冒險吧 掰掰